哈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MU 好的 來玩這款天使之歌 Angel Song 好這邊是在QO下載的 QO可以用遊客 當然你也可以用他們的帳號 他們的帳號也算好申請吧 這個伺服器1是不是 沒有什麼公告啊 就這樣而已喔 お知らせ 楽しください Home Gameを楽しください 音樂的話好像有點小聲啊 這個透過QO下載的日服遊戲有 我不知道是不是日服遊戲啦 12月26日 QO更新嘛 然後500MB 5個種族4個職業喔 反正應該是放置掛機嘛 放置掛機應該不會很難 給他放一放 0組挑戰 0組ni挑戰 那個字唸ni 就是受死啊 音樂片大聲的 アスミル 開戰 結果摸一下就死了耶 MODORU 然後請教我們的名字啊 我們的名字就是 哈姆 通常日本遊戲 去打中午都打得出來 瘋場啦 除非你的字比較特別 他可能就打不出來 這個是 阿斯米魯 SSR 整個色調蠻綠的 青綠色這樣 亮亮的亮綠色 OK 五個種出馬 人族 獸族 精靈 天使 惡魔 然後就 紅綠藍然後黃紫這樣 顏色大部分都這樣 主色調是這樣 戰鬥的時候比較大聲一點 然後回合字 有打擊的動作 就是 有一些動作這樣 語音聽起來我聽不出來 可能是英文吧 反正不是日文的樣子 這遊戲用它那個 日本的名字去 日文名字去搜沒搜到 可能要用英文搜搜函 就是如果play something要搜的話 可能要搜搜函 反正 Angel 開頭的遊戲一大堆呀 Angel Idol呀 Angel AFK呀 這款真的有點像劍與遠征的感覺 就那個 質量啦 質量上感覺比較像 接近劍與遠征 劍與遠征說實在我也只有玩一集 一起而已 那時候剛開始玩的時候 咦 那時候市面上還沒有那種玩法 後來就陸陸續續跑出一大堆 就 抄襲比較快 模仿抄襲是比較快的 你要創新比較難 創新日路會失敗呀 那也投入了時間成本就打水漂了 那不如等人家創新成功之後 人家後面抄襲 很多人就是這樣 很多遊戲都是這樣 或是直接縫合啊 融合啊 多種玩法去給它東拼西袖 好多天使啊 都長翅膀了 六翼天使啊 智天使啊 利天使啊 勝天使啊 墮天使 目前我們感覺我們對對手好像是那個德魯伊啊 感覺是精靈是不是 這邊有精靈嘛 然後有聊天室喔 呃 我點了 但是好像還沒有 還沒有反應 反正就先跟著引導吧 好嗎 跟著引導做 召喚一下 我看那個聊天頻道一直有在增加啊 一直有人在講話啊 好 這個應該是獸人 SSR 鐵的三 鹽的鴨字 綠的泉源 戰士 初學 打妹增加 打妹增加 傷害增加 通常如果是那個QOO有一些韓國遊戲 我只沒辦法試玩 因為我看不懂韓國字 完全沒辦法 那這個日本字還有一些中文嗎 你如果真的看不懂日文的話 你看中 看這些中文你也看得懂 可以去猜一下 畢竟那個對日本人來說 他們 對他們來說漢字反而比較難 那有的人不會念漢字 好 這邊有屬性克制有沒有 紅綠藍 然後這邊是光暗啦 然後有 增加這個 Damage 25% 還有命中加20% 如果有力的話 我們這邊是都有啦 光屬性兩隻嘛 天使啦 然後 綠屬性的是那個精靈 可能是德魯伊那一種的 顧拉斯 顧拉斯 然後 南摩爾 我不知道他是誰啊 龍族 勇者啊 勇者大人啊 那個樣就是大人啊 Yousha-sama Yousha-sama 這是一個換皮遊戲啊 P著日文的換皮遊戲啊 好不好 火龍 因為這種遊戲 日本人不會做 日本人不會做這種遊戲 日本的手遊不是長這樣 這是中國換皮手遊的樣貌啊 Yousha-sama 他怎麼沒有讓我們配自己一下吼 喔 這些應該是誰誰誰抽到什麼英雄的訊息吧 SBARACY呀 SBARACY 為這個SBARACY的世界線上美好的束縛啊 喔 結果聊天室都是一些 哈姆嘛 剛剛也有嘛 我以為是有人在聊天耶 這個是系統吧 工會的 DM的 然後這是System的 然後這是World World是世界的 World 我們要怎麼返回 這個嗎 比較卡一點 這是要輸入是不是 我返回一下好了 然後這個整個介面其實是相當那種換皮遊戲 就是一大堆功能 只是說P著日本的那個 日文啊 還有那個例會這樣 這邊可以變更我們的頭像 然後頭像框 然後對話框 稱號 然後這是什麼 外鍵 可以稍微大聲一點 音樂音效嘛 然後 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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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IND DBAMA 這個是背包 戰令 嚴格禁止 法律規定禁止你用戰令 空行證 禁止你手除 當然不是我們啦 我是講的是中國啊 今天好像又跌了是不是 今天好像遊戲股又跌了欸 上禮拜五跌嘛 今天開盤是不是 所以好像沒開盤 不知道我也沒有買股票 沒有關注股票很久了 以前 有當上班族的時候大家都會買股票啊 那你就跟著也買 買一些股票 後來就買基金啊什麼的啊 懶人投資嘛 基金買了他就 放著不要管他啊 大部分都會獲利啊大部分 股票的話有起起伏伏 基金就大部分都 不太會動 看你是哪一種 會配息配股還是配現金的 那我就去買那個 那我就去買那個高配息的 高配息的那種 現金股就每個每個每個 每個月配你五 五趴吧大概五趴到六趴吧不一定 但是他有強調他是高風險嘛 因為他會去投資一些新興市場啊什麼的 啊這些都是一些活動啦 然後這邊一些副本都還沒開 他會放大縮小啊真的呢 可以拉遠近 不能左右 然後英雄的話 我要看一下檔案名稱啊 他什麼 Angel什麼的 下載完我還沒有看 欸我去看一下 我剛剛登出 也不是登出 我就回到桌面看一下 那個遊戲的檔案名稱叫做 Angel Song 也是天使之歌 那天使之歌 你去搜尋的話應該收不到啊 所以你只能透過QOO來下載遊玩 那我也不知道為什麼他是日文的啊 是不是他有中文啊 我剛剛沒有看到設定有語言的部分啊 沒有語言的部分 還是他認為我們那個 大家日文程度都不錯喔 反正這邊很多中文啊 什麼基金啊 有不準 不準有基金 不準有基金 手除不準 什麼都不準 課金上限什麼的 全部都有 這是 紀錄檔喔 比底歐啊 比底歐啊 比底歐就是那個 錄影檔啊 這個應該是排名吧 戰力排名啊 競技場排名啊 爬塔排名啊 各種排名 然後這應該是好友啦 看圖案你也知道對不對 然後這邊還有很多中文啊 你都看得懂 然後這個是任務 這個遊戲應該完全不用懂字文的人也可以玩啊 因為你會玩這種遊戲的人 就是你喜歡玩放肢呱唧嗎 那放肢呱唧的玩法 想必都蠻熟的啊 這個還不行耶 那地球棺材可以領這個放肢收益 怎麼這樣對我啊 來吧 來吧來吧 小心一點 剛剛那個首頁比較大聲 現在我玩過那種可以一直掛機的 自己自動推圖 放肢關係他自己自動推圖 好八天登錄 我已經領了啊這個 他以為我是第二天喔 打差不行啊 可以了可以了 這邊也可以領了 呃 有經驗值啊 金幣啊 然後還有一些裝備啊 還有一些寶石喔 不知道寶石要幹嘛 反正應該沒有鑽石啊 鑽石要課金的嘛 他還用日圓耶 日圓怎麼課啊 他難道不知道 我們這是台灣玩家嗎 然後這邊有一些陣型啊 這就是 陸服的換皮遊戲 都有這些功能都有 然後一倍數兩倍數 然後也可以跳過耶 25級才可以跳過 不然就是你要很急的話 你就要儲值 刻到VIP2 那我們這邊等級的話 有30級的 有1級的 有1C級的 可能要去養成一下 他是可以戰鬥中離開的 就是你可以在戰鬥中去做其他事情這樣 就可以養成一下這樣 應該要有個等級上限啦 30啦 我看到了 30 然後就要突破 這裡可以大成一點 因為我就打算差不多啦 然後穿一下裝備 穿一下裝備 好 是沒金幣還是沒經驗值的 看起來是沒經驗值的 因為這邊剩2000多 沒經驗值的 金幣還有 然後就穿裝備啊 一件卸裝啊 一件裝備啊 這邊就是一件著裝 一件卸裝 嗯 嗯 點他有沒有反應 有的點了之後 還會有反應 那沒有你要看立會就是這樣 他好像沒有全身的耶 這個就算全身的 但是 還好 這是他物 物餘就是 盾家戶治療 奶媽吧 物餘立會 對 評價 退貨應該是返回資源吧 然後每次有10次這樣 返回資源 因為你一定後期就是 會練同屬性的 同陣營的 或者是 SSR以上的啦 因為他這邊卡牌很多嘛 有UR SP SSR加 SSR 然後再來就是SR 然後再R 好 那我們就玩到這邊啦 好的我是漢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見